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股价是首度突破了900美元大关 市值是已经超过了8500亿美元 不只全球最大空头对冲基金认输 华尔街机构也启动了目标价上修潮 CNN Business就统计华尔街评价特斯拉的34名分析师 预估这个股价最高会来到1036美元 而特斯拉近期也成为台湾年轻人投资美股的首选之一 有美股达人从去年第四季分批进场 大约有5成左右的报酬率 黑线一路攀升 特斯拉股价持续狂涨 受到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将政府车队全换为电动车消息激励 特斯拉股价25号应声大涨超过6% 一度冲上900.4美元 是史上第一次冲破900美元大关 市值预计月上8500亿美元 全球第五大公司 近期不止空头认输 华尔街机构更启动目标价上修潮 奥本海默分析师罗斯将特斯拉目标价 从486美元上调来到1036美元 根据CNN Business数据 评价特斯拉的34名分析师预估 平均目标价512.5美元 最高上看1036美元 市值越大的话可以预期说 它未来爆发力会渐渐的降低 不太可能去年涨7倍 今年又涨7倍 那这样的话 它可能不是世界第一 它是宇宙第一大的公司 投资人又在这里最高的话 我自己是比较不会去这样操作 就是会等例如股价 有拉回到20M附近做整理之后 然后再去考虑进场 特斯拉2020年 累计狂涨近750% 强劲的上涨潜力 吸引许多台湾年轻人进场 投资美股的首选标的之一 美股达人施亚棠 从去年10月布局到现在 获利也超过5成 10月还是11月的时候有买进 那时候因为它的股价就已经在 差不多50NA附近 已经整理蛮久一阵子了 然后后来它有突破之后 我就有小额资金进场 我也没有买很多 因为我一直觉得特斯拉的估值 真的太高了 但是我那时候进场的话 就短短几个月之内 应该报酬会是有超过5成 操作上来说 特斯拉股价波动大 施亚棠建议不断操作 小额进场或严格设定停损 股价拉回20日均线附近 整理支撑可考虑进场 大幅度跌破则停力出场 等到跌破50或200日均线 附近有支撑再布局 相对容易控制风险 达人也提醒 特斯拉27号将公布财报 观察重点在如何继续提高产量 同时降低成本 让未来活力动能 能够持续保持向上 记得又邻居苏伟明 台北台方报导 前面有机自荷 OR格 导致虚 Metall 谢谢观看